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爱情是场测试题 从相识到相爱 好感从零分递增 结婚时会膨胀至最大值一百分 但恋爱时的你们都不是你们 只交付给对方美好 结婚后的你们是真实的自己 会交换彼此的缺点 最理想的状态是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陪你共度余生 可现实的情况是 五天六炒七婚八素 容我思考片刻 如果有时光机给你的婚姻状态打分 你想知道是多少分吗 第一年 一百分 他把钱包留给他 看着他乐呵呵的小财迷样子 以后我的工资都归你管 挣的钱都给你花 他下班 带回家一束满天星 笑嘻嘻地拿给他求表扬 看 和你买的蓝色窗帘多搭配啊 他配合着 媳妇真有眼光 好看 没有好看的电视 看老公在玩游戏 眼巴巴地上前 我也想玩 他把手机扔过来 随便玩 洗完澡 有个毛巾扔到他头上 快擦一擦 一会儿着凉了 他别嘴不想动 他认命似的 帮他擦 晚上吃完饭 他按住他 主动去刷碗 你歇着 男女分工 干活不累 周末去乡下婆婆家 她在田地里玩得像个小孩 咱们多回来陪陪妈吧 这里也好玩 婚姻初始 爱情是家法 一半的我 加一半的你 构成一个圆满的家 你们深信 这是一场娇妻家序的美良缘 带着生猛的心 不惧岁月悠长 爱和心上人 走在阳光灿烂的街上 想跟他去四季瞧一瞧 他看了下银行账户 把卡要了过来 你不会算账 让我理财 能多攒点 换套大房子 他回家 看到空气的房间 连饭都不想做 窝在沙发上吃泡面 老公最近都在应酬 卧室里的灯 换了两个周 换了盏新的 他一直没发现 他向下楼溜弯 老公沉迷浓药 无法自拔 你去吧 我这儿走不开 他无奈 一个人散步去了 他带着湿淋淋的头发 走出来 想让他帮忙擦 但老公已经躺床上睡着了 连领带都没摘 晚上 他懒得动 想让他帮忙 他说 先放着 一会儿刷 结果两个小时后 晚还在桌子上 他看电视 看得正嗨 他叹了口气 默默地去刷完了 和闺蜜去看情人节电影 闺蜜打趣 我这个孤家寡人 非得拉着你来看电影 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他陪着笑脸 心里不是滋味 婚姻像一家银行 你带出生活日常 利息 就是出现喜怒哀乐的不平衡 三年是个重要节点 生活激情退去 更多的是平淡 你们懒得从细节里 找出生活情趣 你们懂得 想保全生活 就得学会妥协 卡交给了老公 有一次网购 买了一套护肤品 老公收到扣费短信 嫌贵 抱怨他不知道节省 他开始减少网购次数 精打细算 只买必需品 他下班带回一束 包装精美的花 他忍不住唠叨 你太浪费了 几百块钱就这样花出去了 直接买假花摆上 他拿着花 不知所措 他忘了老同学的号码 想着老公存过 翻了一下他的通讯录 老公不耐烦 看手机之前打个招呼 不要随便乱翻 这是侵犯隐私 他怀念 当年 他随便把手机丢给自己的日子 老公回家 越来越晚 浴室里放的热水都凉了 他不再等 先睡了 他早上没找到格子衬衫 他猛然想起 在洗手间的衣楼里放着 忘洗了 他着急 你看你能干点什么 他委屈 为什么你当时不能顺手洗了呢 回婆婆家 天柴拉风箱 呛得他直流眼泪 姐姐嘲讽 你们城里人也太金贵了 他有点不高兴 老公看他黑着脸 回趟家你搭拉着脸看嘛 嫌弃乡下生活了 下次不爱来就别来了 结婚越久 浪漫败给了柴米油盐 生活中感动越少 你开始有隐私意识 你开始挑剔对方 恋爱时 对方为你做顿饭 你就很感动 爱情也在加分 现在爱人为你洗衣服 你以为理所应当 没达到你的期待 你会失望 爱情也会减分 第六年 七十分 他在柜子里找衣服 无意间抖落了一张卡 小心地又放好 查账单 原来老公把钱 汇给了乡下姐姐 他难受 我又不是不给 干嘛偷偷藏着 他不敢再买鲜花了 从网上订了些假花 放在客厅里 他发现 他手机改了密码 借他手机查东西的时候 需要小心翼翼地解释 有次 正好他初恋女友 发短信 问 同学聚会什么时候 他很生气 质问他是否 一直和初恋 保持联系 他嫌他小题大做 就是平常问候一下 他醉酒的几率 越来越高 回家都会把他吵醒 他忍不住哄他 你能不能少喝点 周末 他一个人拿麻不擦地 他在床上呼呼大睡 再也看不见两个人 一起打扫的情景 乡下的姐姐和侄子 过来玩 侄子把家里弄得一团乱 姐姐不打扫 还借口自己不会用燃气 死活不进厨房 他每天下班 要做饭 还得收拾 一个月后 他烦了 问老公 姐要住到什么时候 他生气 真不懂事 姐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 他很委屈 你只知道考虑你的家人 我都成你们的保姆了 还怎么懂事 年纪越大 你们开始权衡利弊 学会了及时止损 你们不再奋不顾身 不计得失地去对一个人好 你们知道了付出 不一定会有回报 真心 可能会被辜负 当两个人开始各自为战时 这段婚姻便不复当初模样 第七年 六十分 儿子出生了 外婆过来 又照顾月子 又看孩子 很辛苦 他给妈妈买了几千元的保健品 他偷偷抱怨 怎么买那么贵的 他委屈 咱俩的钱 你偷偷汇给你家 我都没说过什么 我妈照顾我这么辛苦 我给她买点东西怎么了 他给儿子添置了很多小玩具 他说 一些没用的就别买 小孩用不了那么多 他被儿子哭得心烦意乱 让他看一下宝宝 他冲完奶粉回来 看见他玩农药 打得不亦乐乎 脚摇着摇篮 嘴里叫几声别哭 连眼睛都没往孩子身上移 他嫌他回家太晚 喝醉后大声说话 会把孩子吵醒了 他不当回事 依然顾我 奶奶过来看孙子 喜欢摇晃孩子 他看着心惊胆战 新闻说 孩子被摇晃厉害了 容易脑损伤 奶奶喜欢把食物咀嚼后 喂到孩子嘴里 他着急 宝宝还没有到吃腐蚀的年龄 而且这样也不卫生 婆婆生气 你毛病真多 我还能害了他不成 老公看婆婆辛苦 嫌他事多 他痛苦地看着 完全不站在他身边的丈夫 我妈看了半年了 你怎么不说她老人家辛苦 婆婆才来一周 她看孩子方式不对 就要及时纠正 老公每天下班 坐在车里不想回家 夫妻关系也冰冷到极点 她开始反思 到底哪里不对了呢 原来心爱的人 怎么会相看两生宴呢 七年之痒 当两个人牵出两个家庭 当婚姻扯入算计 当你们被物质蒙蔽了双眼 有人的婚姻之船出了交 有人的婚姻列车出了轨 于是 她说自己爱错了人 她说自己看走了眼 然而世上 本没有完美的恋人 有个故事这么说 孙女问奶奶 是什么 让他们维护一份感情 长达六十年 奶奶说 那个年代 什么东西坏了 都会想要修 现在是 什么坏了 都想着换 电器坏了 我们不会马上就换 而是先想办法修一修 同样 婚姻中出现矛盾 更不能轻易放弃 双方要共同努力 修补缝隙 生活十足艰难 柴米油盐 是对两个相爱的人 最大的考验 生活也不难 无外乎 万家灯火中 有一盏 等着自己 劳累一天后 有双坚实的臂膀 可以修起 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 无法避免 但通过痒过之后 还是最熟悉的那个人 让自己最舒适 你可以选择六十分的恋人 但你一定要嫁给 一百分的婚姻 第八年 拿起干燥的毛巾 闻着上面香香的干净味道 长叙了一口气 她走进卧室 床头柜上 放着一杯蜂蜜水 看着老婆熟睡的脸 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她收敛了脾气 婆婆被她夸奖得 神清气爽 开始认真倾听她的意见 两个人一起讨论 电视上各种育儿视频 婚姻 就是对你的温柔照顾 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 或许只是生活中的妥贴 却是我没说出口的爱 不要把对方的付出 当作理所应当 要怀着感谢之心 这是踏入社会后 唯一对你 没有要求回报 一心为你的人 转变思想之后 婚姻质量 自然开始上升 他们也不再减分 今年 加十分 等于七十分 第九年 八十分 她开始减少应酬 回家看妻子教儿子英语 温柔的女生 和同志的儿生交替入耳 感觉真舒服 她给她买了一块表 怕她嫌贵 隐瞒了价格 她一看这个牌子 就知道价钱 乐呵呵地配合她 只要你买的 我都喜欢 周末 两个人一起打扫卫生 她看着她擦窗户 弄得脸上黑白交替 笑得前仰后合 她做事 要抹她衣服上 她笑着讨饶 她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姐姐非要拉着老婆 去添柴做饭 她还记得 上次姐姐侄侄子走后 老婆累病了 在医院躺了好长时间 一把懒过老婆 婉拒 姐啊 今天你受累 我媳妇最近身体不好 不让她去做饭了 姐姐冷哼 还挺娇气 我弟挺疼你啊 老公 看着手中牵着的她 笑了 自己老婆 我不疼谁疼 她依偎在她怀里 笑得真甜 岁月绵长 婚姻 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还有深厚的原生家庭 但婚姻又是自己的事 谁也无法干涉 如当年的誓词 我们将共同肩负起 婚姻赋予的责任 上校父母 下交子女 互敬互爱 互信互勉 互靓互让 相濡以沫 钟爱一生 她尊重 她的家庭 她维护 她的付出 仍有风雨 都不足为惧 今年 加十分 等于 八十分 第十年 九十分 周末 一家人去书店 选书 有个姑娘羡慕地 对她说 你们一家人 感情真好 她们对视一眼 笑了 她买了两个 成色不错的玉琢 送给了婆婆和妈妈 两位老人赞不绝口 婆婆逢人便炫耀 你看 这是我儿媳妇送的 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一早起来 煮长寿面 老婆洗漱完 看见餐桌上的清水面条 笑个不停 不错呀 没做过菜 能把面煮熟 有天赋 她不服气 我还能煎鸡蛋呢 说着 端着盘子出来 里面有个黄灿灿的鸡蛋 老婆瞅见厨房的垃圾桶里 有好几个黑乎乎的残刺品 眼睛一下子红了 老公 谢谢你 她傻笑 说什么呢 傻瓜 你给我做了十年的饭 该我谢谢你 爱情可以是高山流水 婚姻 只能是实实在在 我们没有学过 如何做一个好妻子 好丈夫 都在摸着石头 度生活之河 婚姻像万花筒 每一面都会折射不同光芒 只要你有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 和乐于品味细节的心 结婚十年 她把她放在心上 她生活在她的爱里 今年 加十分 等于九十分 第十一年 一百分 她俩坐在书房里看书 她最近有点风寒 不由自主地咳了一下 老公敲打着键盘 听见了 她刚想伸手去拿水 手伸到一半 老公 已经把水递到她手里了 快到婆婆生日了 她和她商量 妈妈前两天受了点寒 这周过生日 我们给她买个足疗仪吧 对了 给爸妈抱个夕阳红旅游团 让他们出去玩一圈 这几年照顾宝宝 也让他们受累了 老公凑过来亲了她一口 我上次给岳父岳母 送保健品的时候 看他们也打算去旅游 干脆给他们都报上名 一块出去玩 婚姻 就是在平凡的琐事中 你的一举一动 喜怒哀乐 都挂在我的心上 你的责任 就是我的责任 你的爸妈 就是我的爸妈 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艘小船 走得更远 更稳 她享受平淡 她坦然生活 两个人努力经营 一加一大于二 今年加十分 等于一百分 有一天 她出去应酬 走的时候 教服务员 打包了一盆大闸蟹 朋友取笑她 怎么 没吃饱 她不好意思地笑 我觉得挺好吃的 带给我媳妇尝一尝 她好这一口 爱情不惧柴米油盐 婚姻需要有商有良 没有一直完美的婚姻 谁不是在 零到一百分之间 来回摇摆 结婚是一件大事 你穿好白纱 把自己的后半生 交付出去 婚姻是无数件小事 你戴好围裙玉帽 准备与鸡毛蒜皮斗争 我知道 这辈子爱我不容易 但余生 还请你多多关照 路太长 难免有心酸 有皱眉 无论怎样 别松手就好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清贫是你 荣华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目光所致 也是你 文章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